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6月13号 这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咱们还是先看哈尔松战场 据路透社6月11日报道 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周日表示 国际刑事法院已开始对卡夫霍卡大坝绝口 及其引发的严重洪灾展开调查 报道称,泽伦斯基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说 国际刑警法院的代表 最近几天到访哈尔松地区 他说灾难发生后的第一天 总检察长办公室就以请求国际刑事法院 对这场灾难展开调查 调查工作已经开始 卡夫霍卡大坝被炸以后 乌克兰方面不仅呼吁国际红十字协会 还有欧盟这些国家施以援手 你比如说波兰 波兰就是出动了很多这种水车 因为发生洪涝灾害之后 最主要的是饮用水缺水 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这种拉饮用水的车 你看波兰援助了十辆这种拉水车 然后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各种救援组织 纷纷到达赫尔松 就是乌克兰控制的 蒂尼泊河右岸 反过来看俄罗斯方面呢 他是拒绝国际组织到达蒂尼泊河左岸 俄罗斯也组织了救灾 但他为什么不同意国际组织 把红十字协会或者其他的一些救灾的组织 去帮着一起救援呢 还是担心被别人发现了秘密 走漏风声啊 俄军不仅炸了卡夫霍卡大坝 昨天他还炸毁了顿涅茨克州 莫克里亚利河水坝 这个水坝就小一点 这个也是乌军反攻以来 俄军炸毁的第三座水坝 6月9号 俄军在扎布洛瑞州 还炸毁了另一座水坝 实际上在去年年 俄军也炸毁了扎布洛瑞州的一个水坝 就是炸水坝阻止乌军进攻 这个是俄军的一个惯用伎俩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 副部长马里亚尔宣称 俄军正在将其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从赫尔松调往巴赫木特和扎布洛瑞地区 因为卡夫霍卡大坝被炸 下游被淹 那个大坝被炸掉之后 乌军通过大坝进攻到蒂尼泊河左岸 这已经不现实了 如果乌军进攻赫尔松南部 他就只能是等到这个河水退去 然后那个地干了之后 再从这个蒂尼泊河发动进攻 这个估计快的话 也到6月 这个也为俄军争取了宝贵时间 就是在这十几二十天里面 乌军在赫尔松难以有什么大的作为 除了炮击 所以这个俄军就翻心大胆 把赫尔松的这些主力部队 调完扎布洛瑞 调完巴赫木特去填坑 据俄新社莫斯科6月11日报道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 向俄新社表示 俄副总理 将工业和贸易部部长曼图罗夫 离开赫尔松州某处后 乌克兰军队发射的风暴阴影 巡航导弹命中了几分钟前 他所在的胃 这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副总理 叫曼图罗夫 他跑到赫尔松去救灾 视察 主要是提供什么药品 食品 必需品 这些问题 然后干视察完 干走 他前脚走 后脚 风暴阴影 就来拜 这是俄方媒体报道 如果是确有歧视的话 那只能说遗憾 有句老话 叫正义 虽然迟到 但从不缺席 那这回迟到 其实也挺遗憾的 挺耽误事的 现在俄乌是在交战状态 乌克兰是反侵略 所以打击俄方的高层 这个就是反侵略的手段之一 尤其俄罗斯的高层 还跑到赫尔松 因为这个是乌克兰的领土 那乌军发起斩首行动 天经地义 只能说风暴阴飞得慢了一点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战场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 马里亚尔的宣布 乌军在巴赫木特 在北部地区前进了250米 在南部从两个方向推进了300到1500米 现在的乌军和一个多月以前的俄军 瓦格纳是一样的 大家跟他记得 一个多月前瓦格纳也是每天推进100米 乌军现在每天推进几百米 就在巴赫木特是多处开花 南北七头兵径 中间乌军还有很多部队突入了巴赫木特城区 现在俄军越来越要撤出巴赫木特的迹象 那么在扎布罗热战场 现在乌方也释放出一些消息 欧双方在扎布罗热一些地区 是在反复的争夺 什么斯托罗热夫 波拉尼达特涅 马卡里夫卡 莱尼达尔这些居民点或者是村镇 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目前来说 乌军已经收复了上述地区 在新达里夫卡利夫诺布尔这个地方 双方还是在争夺 目前到底谁控制 还不明朗 乌军已收复这两个区域的可能性不小 但任需确认 共同点就是这些居民点和村镇都在第一道防线 在奥里基夫战场发现 乌军仍然在战略中阵托克马克 与俄军最强悍的部队 还有58集团军 进行激烈的交战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蓝色的部分目前是乌军已经突破的地方 这个红色的线 第一道最外围的那个就是第一道防线 里面这道红线就是乌军正在推动 俄军正在退守的这么一道防线 从这个目前的态势来看 恐怕要不了几天 俄军第一道防线就要失守 这个俄军可能阻断的要撤到第二道防线 大家都知道 俄军在扎布勒热 它一共是修了三道防线 现在俄乌双方主要是在第一道防线在争夺 但是俄方现在基本处在下方 俄方很多居首一线的部队 检员非常严重 他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填上去 如果还是挡不住的话 他们只有撤退一条路 主动的撤到第二条防线 这个恐怕就是在最近几天 乌克兰所谓的大反攻 也进行了将近一个星期 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各方的报道 这乌军到现在为止 它的主力部队并没有出动 那些在英国在什么西班牙 在波兰在北约这国家接受训练的那些 北约式的部队 就是新组建的那些机械化部队 好像还没有出现 乌军这次所谓的大反攻 到目前为止只出动了 他准备的部队的四分之一 还有四分之三 在那儿虎视眈眈的等着 但是俄军已经出动了75%的兵力 尤其是在扎布勒热 这个俄军的主力 金锐部队 就是第58极端军 在托克马克这个方向 是遭到了乌军的重创 乌军的这个47旅 叫死咬俄军的第58集团军 现在第58集团军能扛到哪天 这个很难说 一旦第58集团军垮了 那乌军很快就会突入到梅利托布尔 总体上看 这个乌军目前出动的还是一些二线部队 就已经让俄军难以招架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这有几方面原因呢 一个就是俄军既不如人 因为这个乌军它虽然是二线部队 但人家也装备了鲍尔坦克 布拉德里战车 还有法国的什么轻型坦克 等等这些比较先进的西方的装备 不管怎么说 比俄军要高一个档次 要先进的多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而且这些装备大大的提升了乌军夜战的 对乌军来说 它基本上可以全天候作战 在什么环境下 气候比较恶劣的环境下 它也可以作战 对俄军来说这个就是劣势 第二个是士气 就是乌军人家是保家卫国 反抗侵略 他没有退路 他一退那就是亡国 所以这个乌克兰 上上下下反抗俄罗斯侵略的这个士气 非常高涨 从民间到官方 从这个老百姓到部队 都是要跟俄罗斯跟侵略者 要斗争到底的这么一个决心 你反过来看俄军士兵 他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打仗 不知道为什么要跑到这个扎伯罗斯来 面对那么猛烈的 西方的这个炮火的攻击 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战场有多惨酷啊 这个你怎么想象 不过分 你说那个钢羽系统 俄军现在是在阵地上 他虽然躲在那个战壕里面 他有那个猫尔洞啊 总之有各种攻势 但不管你有什么攻势 他有毛就有盾了 人家就做名打击这种攻势的这些武器 比如刚才说的钢羽系统 那一发炮弹里面就18万颗乌合金 那个小钢猪啊 他那个攻击面积啊 应该有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 就是一发炮弹 如果他设定在空中啊 5米爆炸 那你说是他就跟下雨是一样的 下的是钢羽 谁受得了 就是普通的专甲车 就是专甲薄一点的专甲车都给打通 这个对于阵地上的俄军啊 不说杀伤力吧 至少这个非常大的威慑力 就是俄军士兵啊 他心里有阴影 他们在战场上的人可以通过听觉 来识别这个对方发射来的是什么炮弹 是火箭炮 还是177号什么榴弹炮 还是导弹 俄军的士气低迷啊 他们不知道跑到这个扎伯罗尔来 到底是干什么 赢了能怎么样 输了又能怎么样 所以说从士气这一块 那俄军处在下风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啊 网上有很多这个案例啊 有很多视频啊 就是乌军很多战士 因为这个执行任务过程中受伤了 比如说腿断了 按理来说他就退役了 结果这些的乌军士兵啊 他是装了一支之后啊 他重返战场 按理来说他捡了一条命 他任务也完成了 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不用再冒这个枪林大雨 但是这些乌军士兵啊 毅然决然的 重新拿起钢枪啊 要保卫乌克兰 那这些士气啊 第三个啊 这次乌军啊 还是以士兵的生命 得到保全呢 或者是以人为本 他尽量少牺牲 这是泽伦兹基说的 怎么样做到少牺牲呢 打法要灵活 第二个就是装备要好 第三个就是炮弹 弹药要充足 那主要是靠炮兵呢 清洗那个阵地 来减少乌军士兵暴露 减少乌军士兵冲锋的这种可能 用火炮去洗地啊 然后坦克和转甲车去冲 最后清扫战场 才靠乌军士兵 这样静大可能的减少人员伤亡 一般的啊 进攻一方 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 伤亡都要比这个防守一方要大 本身就不利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战场上 有很多这个乌军的装备啊 被摧毁 鲍尔坦克 布拉德利战车 有媒体报道啊 这个CNN报道啊 说乌克兰已经失去了 15%的布拉德利战车 这个布拉德利战车 到底摧毁了多少辆 这不好说啊 但是说损失了15% 完全有可能啊 因为美国到现在位置 好像一共只给了100辆嘛 还100多少辆 15%也就是十几辆 不到20辆 那这也不算夸大 还有这个鲍尔坦克 按照俄罗斯方面说 应该至少摧毁了十几辆鲍尔坦克 对乌军来说 这个时候要转变观念 这些西方的武器啊 是宝贵 但是啊 应该要转变观念 指的是什么呢 现在要认为 乌军的士兵 比这些装备更薄 所以要说这些装备啊 一旦损坏 或者一旦在战场上出了故障 就应该立即放弃 这些乌军士兵啊 就要采取各种手段 保护自己 离开现场撤退 鲍尔坦克啊 恐怕一辆很贵啊 几百万美金 可能上千万美金 不便宜啊 管你你有钱买不来 布拉德利战车也很贵 但是他比乌军士兵生命相比啊 就不值钱了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美国和德国啊 欧洲这些国家 圆珠和乌克兰的武器啊 都是服役的 马上要淘汰的 虽然有的武器啊 是现役的 那也是已经马上到年龄了 就像你这个私人小汽车一样 在50万公里接着报废 现在都已经开到48万公里了 虽然车还是好的 也能开 就这道理啊 这些武器啊 再过两年 他本身就要到库房去 到库房去 就在那腾灰啊 因为这个政府啊 不愿意掏钱 再去把它怎么样升级 或者怎么样把它拉回去啊 这个灰炉啊 炼钢炼链链 给它拆解 因为没到年限 他们一般都得要规定 多少年以后才能拆 得找个地方把它放弃 封存 但是他们的命运呢 最终是被送进那个大熔炉里面 重新炼钢炼链链 被拆解 那你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 被俄军的这个什么卡52 或者俄军的炮弹 给它摧毁了 它也是炼钢炼链 殊途同归嘛 最终就是到高炉里面 变成钢炉 然后也变成新的钢材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这些武器它就不知情 纯粹是看德国啊 北约这些国家 它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但是一个优秀的士兵 一个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 这个是很宝贵的 武器装备啊 这个时候是战面资产 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 你想一想 这个鲍尔坦克 如果不是被俄军摧毁 那么它可能就是在库房里待着 待了二年 然后最后也是进这个钢炉里面 高炉里面 把它炼成钢炉 你现在在战场上被摧毁了 也没浪费 终究会被那些乌克兰的老农民 用拖拉机把它拖走了 最后卖给那些什么收费铁的 也是进高炉 没有浪费 你看所以说乌克兰 向德国提出 要继续支援鲍尔坦克 说你看鲍尔坦克被俄罗斯人摧毁了 你不仅要支援鲍尔坦克 而且最好支援最新款 美国也一样呢 布拉德利战车 你看15%都已经摧毁了 赶紧速 这美国不就是已经出台了什么 一个21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 鲍尔坦克 比如说是180辆 布拉德利战车 200辆等等吧 指的是保有量 不是说德国一共只给这么多 美国只给这么多布拉德利战车 不是这个意思 是保有量 就是我保证你战场有这么多 打完了我就给你补货 总之你无军手上 现在就有这么多坦克可以用 这么多转甲车可以用 那个坦克打坏了 能拖回来修就修 不能修 他就给你补一台新的 战已经打到这份上了 双方都不能怂啊 双方都要觉得自己口袋很深 有的是钱 说这么多什么意思 所以说乌军就把士兵保护好 减少人员伤亡 武器嘛 打掉了会有新的来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最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 这个俄军战场上逃兵 然后遭遇到这个独战队 三个独战队队员 枪杀帕鸣 俄罗斯逃兵 这个视频 国军记大家也看到了 具体这个视频啊真假不好说 但是俄军啊 独战队俄军射杀这些逃兵 这个是有传统的 不是空穴了 由于扎波罗热战场啊 对双方都非常重要 谁都不能有闪 他跟那个巴赫木特还不一样 巴赫木特就是一个城镇嘛 丢了就丢了 梅里托布尔 就是扎波罗热这个战线啊 俄军一旦失守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克里米亚就丢了 再游上半年 你克里米亚保不住啊 那你说对俄军来说 扎波罗热重要不重要 对乌军来说呢 你要想拿下克里米亚 收复克里米亚 那你就必须要把 这个扎波罗热这个地方 给它切断 这就意味着 欧乌双方在扎波罗热这 恐怕有硬仗要 不会短时间内啊 就会决出胜负 因为俄军他已经吃一线 展翼制了 他不会删断受骗 你想把他部队调走 他就是不走 死守扎波罗热 死守梅里托布尔 什么托克马 死多少人 他也要在这死 所以说这个 特别军事行动宗指挥 格拉西莫夫 现在就在扎波罗热坐着 具体什么地点不知道 但是他就在扎波罗热 现场指挥 目前从俄军的 这个搞法来看 他采取的是死守 蹭土不让 这个有点像是 那个普京的搞法 去年在赫尔松城的时候 也是的 打到最后山穷水尽了 没办法 被苏罗维军骗了 善意的从赫尔松城撤出 否则的话 他都不撤啊 死康到底 拼光了算 这次恐怕在 扎波罗热战场 按照普京的这个搞法 肯定也是拼光了算 蹭土不让 所以双方在那些居典 那些称政 仿佛争夺 实际上 要按照这个格拉西莫夫的 或者是军事将领 他们的观点 那打仗肯定是弹性的 就是守得了就守 守不了我就撤 然后我再反攻 你不能死守 实际上你越死守 你越被 被动就挨打 战场上要灵活 我们再看看 这个烧一谷 推出的薛方令 就是把俄罗斯 所有的大大逍遥的 军事势力 全部收复 7月1号之前 你所有的这个 军事势力 都得跟国防部签协议 普里克金是第一个 挑出了反对 那第一个响应 稍一谷的号召 第一个拥护的是谁呢 就是车臣的卡德罗夫 车臣的叫阿赫马特特种部队 与俄罗斯国防部 第一个签署合同 这个就是在打普里克金的脸 你看这一唱一和 稍一谷提出一个命令 卡德罗夫马上执行 响应 这就是在寒称普里克金 这个卡德罗夫 他有他的私心 你让他签什么协议都可以 这车臣人呢 他这个反叛 是写在骨子里面 基因里面就有 所以说你就把车臣的部队 全部打散了 融合到俄罗斯的正规军里面 他有机会 他还是要反叛 所以说对卡德罗夫来说 他无所谓 签协议就去 他现在就是骗装备 就是听稍一谷的话 维护普京的利益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让普京放松警惕 然后呢 好放手啊 武装车臣的这些部队 车臣一共才140多万人 据他自己说有7万的部队 有的时候10万 你就是按7万算 那相当于20个人里面 有一个当兵的 那你说车臣 他的财政收入一年才多少 他的收入水平才多少 人均GDP才多少 20个人就要养一个当兵的 他哪养得起啊 他哪有那么多军费啊 那么多装备啊 所以说这个车臣 虽然说武装部队人数多 但是那些装备啊 都是轻武器 所以通过这个 算是招安吧 马上签协议 签了协议 你稍一股好意思不给武器嘛 你不给武器签协议干啥呢 现在卡特洛夫说啊 我身是俄罗斯的人 死是俄罗斯的鬼 这回协议签了 得给我武器了 坦克 飞机 自行火炮 这些重武器啊 也得给一下 都是各取所需啊 都不做亏本的买卖 那普里克金呢 束手待臂吗 这普里克金啊 现在也开始啊 耍起了花活 他呀 拍他的手下 得力干将 瓦格纳的指挥官 跑到巴赫木特去了 名义上是 这个巴赫木特战场 俄军啊 现在有点吃力啊 巴赫木特是瓦格纳拿下的 他有经验了 所以派这个 最有经验的指挥官 到这个巴赫木特 名义上是跟俄军啊 交流经验啊 传授这种 跟乌军啊 在巴赫木特如何作战 船帮带 扶上马 还要送一只 实际上呢 这些瓦格纳指挥官 跑到巴赫木特 跟俄军士兵 俄军正规军呢 一接触 大家也知道啊 瓦格纳跟俄罗斯正规军之间 是有仇恨的 扶里格纳不会安什么好心 让瓦格纳去教 俄罗斯正规军 如何守这个巴赫木特 如何与乌军周旋 俄罗斯正规军 也看不上瓦格纳 所以说瓦格纳指挥官 跑到巴赫木特战场 跟这个俄罗斯正规军接触 实际上是去散布布满去了 去煽动 扶里格纳走的是群众路线 这个卡特洛夫啊 走的是上层路线 跟烧一鼓啊 跟普京告过关 扶里格纳呢 他是走群众路线 让自己的得力赶紧 跑到巴赫木特上风点火去了 说啊 你看啊 这个巴赫木特这 国防部一直不重视 不愿意送更多的炮弹 不愿意给更多的装备 送的这些罐头啊 都是过期的 零期食品 这个巴赫木特的俄军 本来就军心不稳 你在瓦格纳这么过去一挑拨 这俄军哪天 有可能从巴赫木特撤了 那打不了了 据说啊 俄罗斯街头啊 出现了很多传单 粘贴在这个什么墙上 电线杆上 这头像就是普里克金 然后写着啊 说俄罗斯需要真正的英雄 不需要地宝英雄 说地宝英雄 指的是谁呢 我也不知道啊 有人说地宝英雄 指的是普京 那你说普京得多生气啊 说普里克金是英雄 普京成了地宝英雄 躲在地宝里 说普里克金啊 在前线 与这些瓦格纳士兵 同生共死 吃了一样的伙食 叫鱼子同袍 其悦无疑 鱼子同责 其悦无疑 普里克金穿着防弹衣 跟士兵吃的是一样的东西 在前线跑了跑去的 而且经常拍视频的时候 附近就有炮弹爆炸 最前线 反过来看普京呢 躲在地宝里面 然后跟下属开会啊 都要离30米 这是对普京 极大的疯 所以普京啊 一定是知道了这一消息 非常神奇 大家看这个视频啊 这是普京啊 和邵伊谷两个人 跑到俄罗斯国防部 下属的叫维什涅夫斯基 中央军事临床医院 为参加特殊军事行动参与者 颁发俄罗斯英雄之心奖章 这个名义上啊 跟邵伊谷一起出席活动 但是据说啊 这个背景音乐啊 是俄罗斯流行歌曲 什么我和你在一起不开心 什么别跟我说话 我不想再认识你啊 等等啊 从这个神态上看 普京对邵伊谷 似乎是很有意见 全程没有跟邵伊谷说话 按道理是邵伊谷陪他来 这样视察啊 表演慰问 可以看出普京对邵伊谷很有意见 来普京然后给每一个这个演员吧 假装在发这个奖章 大家也知道啊 在俄罗斯这种都是演员呢 大家都入戏都不能笑 一定要按剧本演 普京就挨个挨个发 普京啊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伤心事 或者最近的不顺呢 越想越来气啊 也有可能发现了几个陌生面孔 这以往演员 这里面好像有几个不认识 普京感觉这个安全工作没做 这都是市值啊 现在特殊时期啊 想要害普京的人很多啊 想着想着 压抑不住自己心中的怒 怒从心土起 恶向胆边生 这时迟迟那时快啊 普京几个剑步就走过去 抄起椅子啊 准备砸这个烧一股 明显烧一股吓坏了 后来这普京啊 不愧是酒精沙斩的政治家啊 能屈能伤 能诊 毕竟不是一般人啊 咱们一般人估计就砸了 控制不住自己啊 所以咱们只能是韭菜啊 普京是何等人物啊 0.01秒 情绪就平复了 但是你说把椅子拎起来了 再放回去多尴尬啊 人家还以为他生经病呢 所以你看马上把椅子端到中间 一下就化解了这个尴尬 这就是这些政客所必备的素质 政客也有失控的时候 也有发脾气的时候 但是他都能化解 普通人经常发脾气 他没有办法控制 这个刘邦啊 在最困难的写信呢 说让韩信出兵 咱们俩合击夹击项羽 这韩信啊 也不知道是膨胀了 还是怎么着了 漂了 然后他就给这个刘邦回信 说这个我这个地方 老百姓不好教育不好裹 缺一个什么诸侯吧 大概这个意思啊 就是变现的让刘邦啊 封他为侯 刘邦一看到这个信啊 下面是韩信的使者 这刘邦大怒啊 当时就要拿这个茧呢 要砸那个使者 然后这个时候是 萧和还是谁啊 踩了一下刘邦的脚 使劲地踢刘邦 桌子底下 大概其实这意思啊 反正是提示刘邦要克制 然后刘邦啊 这个茧已经砸下去了 但是他后悔了 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本来他要大骂韩信 忘恩负义 但是他突然就改了 0.01秒 他就改成了 这韩信怎么能这样呢 我要封他齐王 那本来是要大骂韩信 结果韩信先封个猴啊 邀功啊 刘邦封他齐王 这就说明这个 你看刘邦为什么成事啊 就是装面的快啊 普京就是这样的 本来要拿椅子砸邵邦一鼓的 后来一想 克制住了 回去还有他给邦一鼓啊 封关禁绝 关身一击 俄罗斯国内啊 流传着一些 关于普里格金和正规军 甚至普京之间的矛盾 普京他能不生气吗 他生谁的气啊 一定生邵一鼓的气啊 是你邵一鼓没处理好 导致我普京啊 民生受损 现在你看 普里格金伟大不掉 现在下毒 也不是时机 然后吧 本来应该是 对普里格金啊 要冷处理 或者是民生暗战 给他生一个国防部副部长 然后让他管闲差 让他负责 俄罗斯什么远东地区的 军事设施啊 或者国防建设 结果邵一鼓就出这么昏招啊 要夺普里格金的兵权 普里格金肯定反抗 普里格金一反抗 对普京又不利 那你说普京他能不怪稍有 所以他现在恨透了稍有 但是又不能发差一点失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啊 西方将最大限度的扩大 对乌克兰反攻的支持 并向基辅提供长期援助 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以帮助他们在战场上取得成功 此外 我们长期支持 对乌克兰至关重要 这样他们将来能够建立 强大的遏制能力 以应对俄罗斯 如果再次发动侵略的情况 布林肯说啊 所以最近晚上有很多人传言 说什么乌克兰大反攻 如果失败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个美国和北约啊 就不支持乌克兰了 这个想法非常不成熟 没有道理 开工没有回头建的 已经到这地步了 必须要建一个高低 只是最后的结局是谈判 还是说打了个稀巴烂 那是后面的事 现在这个阶段 必须要建高低 因为双方正在掰手腕了 打一年打两年打三年 都得打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证实 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军队 反攻已经开始 乌克兰的反攻在前几天 就已经开始了 他是在爱丽舍公 与德国总理舒尔茨 和波兰总统杜达一起说 你说这三个人撞到一起 能说什么好话呢 都是互相打气 都是要打到的 马克龙透露 反攻会持续数周 甚至数月 我们希望他尽可能成功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良好条件下 启动谈判阶段 马克龙还证实啊 法国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我们加强了武器弹药 转甲车和后勤支持的运送 他还指出 对在战斗中受损的设备进行了维修 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 按照我们给泽伦斯基总统的时间表进行 德国法国 还有波兰 跑了一起聊什么呢 聊的就是怎么样支援乌克兰 武器打掉了 咱们接着坏了 送到波兰去修 就聊这些东西 而且你打多久 他就支持他多久 总之要让俄罗斯服软 老老实实做到谈判中心 好这些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